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聊一聊 这是在后院 感觉其实这这片就是球场平时我在群里面发那个视频有的时候 每天早上对对对看到我一个对对对你发那个视频 所以这今天加上这个雨后之后就感觉更好 温度很舒服今天 用那个摄像头拍不出来 因为它逆光所以拍出来跟这个不一样 但真实的风景确实是很漂亮 你现在应该是7月7号做美国航空的公司 对对对 我从西雅图过来 这两个地方呢 怎么说 我觉得原来我是个人对德州了解不多 这一次也正好有个机会到休斯顿看个朋友 然后顺便正好这个求老师啊 别叫求老师 也要我到这边来看看 我觉得正好一次的机会都在德州 我就顺道来来 感受确实是挺定 就是说跟自己的想象是很不一样的 美国和中国的区别不说 咱们就说西雅图和德州 因为我本人实际上也美国去过一些地方 纽约 洛杉矶啊 包括圣地亚哥 还有这个西雅图 基本上75我基本上都去过 就是整个德州原来就是实际上就是国内对德州的了解的人比较少 总觉得在我印象当中最早 德州就是一个宣传的就是一个大农场 这个地方呢 唯一宣传的就是这地方可以持枪 每个人都可以带枪上去 但是我休斯顿的朋友确实跟我说 他家里好几杆这个猎枪 然后我去的时候可以在他撞园里玩一玩 练练 所以说原来对休斯顿的 德州的想想可能就是南方比较大的一个省 然后呢 别到了一个州 然后呢 农业为主 这次来就是通过这个 昨天一天啊 在这个 我就叫你叫小七万 你比我年轻一点 嗯 是吧 这个 在这个推荐这两个新的这个小城市 是吧 Mokini Mokini 还有一个叫Frisco Frisco 对这两个地方 转了一圈 包括看了一些房子 然后看了一些当地的经济发展 还有这个学校 确实感受是不错的 这地方比那个新雅图还有那个 但我可能片面啊 有的人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地方 因为我洛杉矶待的时间比较长 那个地方呢就是说 当然也有好的地方 但是包尔湾 那相比这里 这地方就是说可能各方面环境也好 确实比那里要感受还是更好一点 王哥家里是有美国人的 所以有发言权啊 那里那里 反正就是美国这几年也跑得比较稍微也比较多一点 为了小孩嘛 大家都是这个目的 达拉斯 因为昨天 应该是前天啊 我们去Frisco Mokini 还有那个Planel 对 还有你住的那个西尔顿是刚好是Planel 和那个Allen 之间 Mokini和Allen之间 嗯 先说酒店嘛 你的酒店的位置肯定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没什么没什么 这酒店往往是中国相反的 中国是越往市中心的酒店 越高大让也越好 嗯 但是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越这个安静的地方 越这个这个地方肯定是越好 对 同时也都在高速公路边上 你想在不飞高速公路边上 你看是找不到酒店的 就是越高速公路越密集 路往越密集的地方 然后酒店更多 它的地价可能更高 是 但中国人说 你这坐到桥旁边好像不是特别好 处理这种 交通方便 一定要交通方便 然后路况啊 这回在城市里面开 包括在开高速 一路上都是王哥自己开车啊 这很厉害 这很正常 现在到美国就是要学会要自己开车 对 因为你自己开车跟你自己坐别人的车 实际上感受是不一样的 包括也是你原来不坐司机的时候 你是路啊 你也不会进 你对这个路的感受你也不一样 但自己开车 现在美国确实也方便 租车啊什么都非常的方便 提前协程一定或者其他的网站都可以到那儿就拿车 用完了直接就还车 路况感觉开起来 路况很 确实很爽 那个字 就是跟国内的内蒙古有得一比吧 内蒙古那里有时候也是这样 半天开了没人 所以确实我觉得很舒服 第一是路上见不到人 然后第二是连走路的 因为很多地方是不能合法走路的 这路上基本是没有人行道的 是 所以说只能去开车 可能是在停车场或者消费的场所里面 但实际上所有的绿化都非常棒 都掉掉掉掉 城市里面只有两种颜色 已经跑过来了 这是因为挨着球场 所以家里的人可以每天晚上上上布 除了绿色就是蓝色 没有其他颜色 是 这里的虽然夏天温度高一点 但是给人感觉不错 就是纯粹的热 并不潮 挺干爽的 就是说到晚上的时候也挺凉 有的地方有时候一下完雨也很凉快 希望今天就非常舒服 今天下雨是下了应该有三个小时吧 暴雨差不多 雷 应该是雷雨 雷雨这种类型 反正下的很大 然后下完之后 你是应该雨停了半个小时开车过来 对 雨刚停 基本上我就出来了 走到这里差不多半小时 今天去澳来扫货 雨停了之后出来 然后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路面看不到水 这里几乎看不到水的 跟平常是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干了 雷雨下了三个小时差不多 出来之后路面几乎立刻就干了 对 你看这家里就可能 这主要你都也是一样的干了 这两天 就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几乎全部都 全落了 全落了 情况就是 所以市政建设 包括整个的路况都非常好 然后你去华人超市也逛了 对 然后这边物价也看了 感觉物价和国内的比起来 包括和西雅图比起来怎么样 首先是跟国内比吧 因为我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 一直现在也在上海 就是从超市的这种情况来 我觉得买下来比上海是要便宜一点的 跟西雅图或者洛杉矶比呢 我觉得比洛杉矶是便宜 也是便宜 洛杉矶跟尤其旧金山是肯定 肯定超市是贵的 那里富人也多 供应也少 比西雅图也是便宜 大概我估计10%到15%的样子吧 对 也还是很方便 你想去老美超市也很多 你想去华人超市也 选择也挺方便的 昨天前天去的是九九大华 对 大华是好像哪个城市都蛮多的 然后我们去看了一些房子 然后看了最后反正是越看越高 你试什么几十万就不要给我看了 越看越高 那你对就是德州的房产和你西雅图的房子 你看过 包括旧金山 你的洛杉矶你看过这些房子 你觉得区别在哪里 首先呢 这里的房子 但是我不知道达拉斯其他就是当趟这些 我没去 我也不想去了 因为一是枪金案 二是那个地方 本来每个地方当趟 待会咱们聊枪金案 每个地方当趟 你无论去哪个城市 基本上都是一样 都是基本上是不发展的 或者就是往衰败的在走 所以也没有意义的 除非去看一些博物馆什么的 必须要去 房子看这里的房子普遍要新 就是在 你要在洛杉矶或者像西雅图 就很少能买到这么新的房子 非常少 另外这边的房子面积都比较大 就像这样 我就是200匹 室内200多平的 基本上就是属于小户型了 我们就是2000尺 就是小户型了 这是2000尺 在其他那两个城市 那可能就是说不错的 中等偏上一点点 都不错的房子 所以这房子另外跟差异的就是房价低 确实是低 无论从哪个看 我觉得比国内如果真的折算成这个单位平方的话 包括它的装修程度 就是环境 我觉得房价甚至不如我们的三线城市 对 国内的三线城市高 就是比我的老家乌鲁木齐要都要低 乌鲁木齐在国内应该算是150名靠后了吧 没错 大概小秋这套房子 在上海可以买这里 我估计大概10倍 差不多 10倍可能还不止 你这是40万 260 或者你2600买不到你这房子 估计大概要5000万左右 4000万到5000万左右 你不看啥地方 就是上海 就是我也不说上海很里面 就是外环附近的别墅 大概像他这种静面积 我们在国内的三等公民 工薪阶层 开玩笑 确实是在这边便宜 包括我们现在是在球场旁边 在这个环境 在上海的球场旁边 然后住4000多尺 但有人说你这不如上海 或者说你这经济不如上海 我们应该说两说 首先达拉斯沃斯堡的经济发展的程度 速度 其实现在不比上海差 你现在可以感觉到包括正在建设的 因为从酒店我可以感觉出来 因为我在原来洛杉矶下面 那个待了一半的时候 就是洛杉矶下面的一些 现在也是华人比较多的 属于这样旅游比较旺的地方 但是好酒店就很少 就一两家 像Best West 这种就算不错的 但这附近你看万豪也好 西里顿也好 西来顿也好 都很多 就证明这里的就是 消费能力是比较强的 很强 在这里开的车 我觉得也很好 比西雅图明显 因为西雅图我看了 就跑了两天 豪车很少 没看见德国车吧 都是很少 好像也不太新 这附近今天就要来 这车明显就是真不一样 就从整个收入的情况 经济实力 还是兜里有钱 还是兜里有钱 说一下这个 你周围见到的美国人 包括这块的人 人的精神面貌 嗯 今天去奥莱雅 昨天看了一些房子 每个人都很nice 就原来大家觉得 德州好像是 农场主出身的啊 比较高大 然后人呢可能比较威猛 态度好像比较横 但实际上 因为我德州也有朋友 就是大家相处下来 都是很nice 然后也没见 我今天这两天没看到配枪 一个也没看到 我还特意观察 他们把枪都藏起来了 哈哈 就原来说都是可以配枪上去 我这特意想看看 一个人也没看到 对 人不错 都很友好 很有 而且在这边 其实华人来了 也会变得很简单 因为国内的人际关系啊 包括政商关系啊 等等等等 是需要用5000年的智慧去探索 但是在这边 老美本来就简单 你要请他 哎你今天晚上到人家吃个饭 他就他就来了 哈哈哈哈 他们就不会转弯 对不会客气啊 或者说哎你那个 我举个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生孩子 那中国人喜欢 就说哎就是送个礼啊 干啥子 然后然后怎么样 就是就意思一下 就表示我很关心你 但是也不是说多贵重礼物啊 意思一下 但是老美呢 比如说哎我生孩子的 我要开个party 说我们say hello一下 然后老美就来say hello 嗨你好 我来陪你一下 就他不太会去那种做人际关系 大家都很简单 就不会想特别多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在国外 为什么每次来就感觉这个压力 人的压力就会没有 在国内就会你想的会比较多一点 考虑到不同的人的感受啊 交往啊 对对对 这是非常大的差别 对 所以可能也是是不是人太爽 然后人人和人见面就特别亲爱兄弟 见到同类了 哈哈哈 所以你这个因为心情是这样的 包括在这里开车你舒服 然后见到人都很nice 然后给你打招呼 所以整个人的状态会不一样 可能每个人都变好了之后 这个就会正向循环 对 那国内呢你开车嘛开的堵车 大家憋到的人很多你很天分的骂你啊 然后很不舒服 到单位嘛碰到很多乱七八糟 这种就是 国内的事情特别 这种不可理计的东西特别多 有时候也是 因为人会扁的会很急躁 所以城市里面的人 我觉得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 对吗 我觉得每人的压力都比较大 无论你是发展的比较好的 有公司的也好 或者自己打工的也好 压力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给国内的朋友说一下 那就是你 这次其实道德州 有没有对你的 比如人生轨迹啊 或者价值观啊 或者说有有点小小的冲击 对了想改变一下 呃我说一说这个可能影响不大 因为我来美国这不是第一次 如果你要是可能第一次来 我觉得可能对你的影响冲击会更大 因为原来我们的新闻联播宣传的 完全那是反面的 所以说原来我第一次到美国来 那个05年的时候 那我确实感受很大 就原来不是说想象到那样是吧 很容易 当时我也没找导游 就是两个同事来瞎摸瞎转也不错 但是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就转变很早 价值观上都有一定的这个变化 但这次来更感受到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差异啊很小 就是选择性很大 不像中国你要想工作机会多 你要想就是医疗条件好 就要想你必须就要往北京上海 这几个一千年是急 拼了命的去往里做 但是在美国不一样 你在旧金山 你你花200万也是这样的生活 在这肯定花30万 可能几分之一也是同样的质量的生活 教育质量也不错 医疗卫生也很好 所以说这一点给人的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你到美国之后 你的方案你的选择会不是那么难 在中国你没有 你只能去这两个地方 你去其他地方就不行 你的世界立刻就打开了这种感觉 说说枪击案吧 枪击案那天晚上包括你 我刚到之后那天是吧 还是到的第一天前一天 没有是前一天 我是飞机上才知道下来才知道 不不不飞机 你对下来飞机下飞机那天晚上 对啊 所以说我上来来之前不知道 对 然后第二天咱们就去看房了嘛 对对对 然后看房那天 其实还没有 就是完全细节都还没有出来 然后到现在你这个事情 有两天半快三天了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不一样 或者你有没有感觉很危险啊 或者 这里面感觉没有根本感觉没发生这个事一样 因为 在美国就是这样 好像这个那个地方是那个地方的世界 这里是这里的世界 这里的人觉得这里挺好 也不用担心那样人会到这里来 嗯 嗯 好好多人 包括咱们群里面 一说就是哎 对跟就是 对华人 然后华人以后怎么怎么样啊 嗯 总要把这些事情跟华人牵扯在一起 咱们具体情况里不说 大家一定要翻墙去查国外的一手资料 对任何事情 这是我提醒大家 然后 嗯 你说一下就是有没有这两天 比如受到别人歧视啊 或者看你不爽 或者是感觉就给你掉脸的服务有没有 嗯 对 我觉得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实际上 这么多次来 几个城市待过 就是没有人歧视 往往是这个有就是外来的 就是非美国人可能对别人还有一点肯定 比如说啊 我们可能对黑人有点肯定 总结了 我们黑人那个胃一个受不了 这说实话 这确实受不了 另外总结了他 有点怕跟他太太近 这是我自己到现在 我也不用跟黑人 我们俩这么做可以 但是如果黑人做的方言 我是 但是 因为也有黑人朋友 那交流起来也很舒服 但是呢 总的心里有一种这个就是差异 差异 这是我们给他们 或者说一个文化给他们贴了标签之后 让我们产生的感觉 从白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他不太会对你们 因为人觉得我看不清你 我看不清那个 但是真正反而是我们就是亚洲人 往往我们去韩国也好去日本也好 实际上 他们骨子里肆意有一种看不上中国人 这确实是存在的 这个不管否则去韩国也多次 去日本 你明显会感觉到 但人家对你孩子很客气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 觉得不会跟你走的很急 政治是正确的 至于心里怎么想 就是 那最后我觉得给我们那个 包括群里的朋友呀 然后正在看我们视频的给大家说一说吧 最后想说点什么 我觉得这个自从进了这个 我也不知道是谁把我拉进去的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 这个群里我还是每天就坚持看的 这个群里 原来我也关注过美国有一些 别做广告 这不是做广告 这我真实感受 就没必要做广告 就是说这个大家会有比较 你可以去 也有一些比如洛杉矶的华人网 也有一些微信号 但是他们这个都是一些很浅的 要么就直接就是那个广告服务 我经常可以推送一两个房产信息 这次我来的感受也是 就是你像我在 我连在洛杉矶也有人带我看过房 他看完就是约个房 或者给你看 看完之后 say goodbye 就大家就结束了 人家很专业 对 但是呢 这个实际上对我们 你如果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 实际上你是对你来说是 帮助不会很大 因为看房子实际上 选择太多了 你如果对一个大的环境 你不了解的话 你是没办法做决定来 这里做投资或者生活的 因为这是改变非常大的 你房子是建立在文化和整体经济基础上的一个东西 就像在国内也好 如果你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想过 对它了解 你也不知道 你直接就是我从上海搬家 我去贵阳了 这实际上你也不现实 别说说从中国这么个地方 一下子搬到这个美国 这么大的这个跨度 所以说我觉得第一步 怎么这也是一种交流吧 就是如果想 看一看不同的世界的话 实际上你要多出来 多去看 而不能光听 光听是你是感受是很浅的 就是说你们在国内别老挣钱了 天天赚着钱眼里 给自己放10天的价 然后来看一看 对对 我觉得淡季的时候 买点机票 这里的也很便宜 我都西亚都飞到这里4个小时 来回机票2000 我这定的很晚 我这是半个月之前决定的 基本上 一个人就2600 来回机票 那如果提早的话 可能也就是2000块 实际上是很便宜的 就相当于就是上海 飞到乌鲁木齐 来回2000块 这很便宜 比国内都便宜 所以成本不高 酒店这里的酒店也很便宜 一晚上80美金到100美金 都已经住五星级的很好的酒店了 在国内你也很难 就乌鲁三千人 也就在这水平 这是假五星 所以说这个 成本不太高 大家有时候在国内去三亚玩 我觉得我都不愿意去 那三亚的花费很高 对 住过酒店 住过酒店 要一起 你五星至少1500万 1500万 那带你 我一般 我过年从不去的 就是说别人不去了 我去呆两天 我住过 我在三亚过年住过7800万 哎呀留汗 过年就不说了 我就是说平常也至少1500 起价1500 对对对对 你也享受不到什么服务 这里确实很方便 我觉得多出来看看 你不见得到一定能哪里买房子 但是了解了 就是多几个朋友 对国外多一些了解 可能对自己的 以后的发展 你的资产配置也好 或者你的 以后的家庭 家庭的安置也好 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我只能是很客观的这么说 我自己现在也是在这么做 就是不断的 今年去西雅图 原来在杜兰基 明年 我来的知道的比较晚了 这个如果早的话 可能让小孩今年到这里来 向夏令营 那感受就更方便 人家报名报的早 我觉得你明年 可以在这个群里搞一个夏令营 你可以联系 他国庆节报的名 我说国庆节谁上班 我说美国人都不上班 就国庆节把名报 我觉得你要能组这个 10个到20 30个这个家庭 过来来上上夏令营 大家会很happy 然后对这个地方了解更多 说不定会慢慢多一些邻居 也挺好 对 这旁边这货有卖 好 那就今天这个 行 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聊天的时候 看着美景 哎呦对 现在太阳快下去了 现在太阳快下去 刚才肯定是越路越暗 应该是这样子 晚上就可以用天望 眼睛看星星了 这是我们邻居家的狗 Lexy 他已经看不清了 他实际上可以从这跳过来 Hey Lexy How are you 好 谢谢大家 再见